好 那我们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早上好 无事不登三宝店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咖啡渣可以埋在百香果的树边 作为肥料吗 这个我还真见过 我上次泡完的咖啡 我有个朋友他说 你不要丢不要丢 我要拿来用 这真的可以吗 是 咖啡渣是这样 它也是一种有机的物质 它就是等于是我们 例如说你去麦当劳 Starbuck这些咖啡店在卖 一天又煮很多咖啡店 你去跟他要咖啡渣 我想基本上你只要开口 他们会给你 因为他们本来都是要丢去 抄去的 那这些咖啡渣 还真的可以做堆肥 咖啡渣不是说 你今天把它埋下去 明天植物的百香果的树根 就开始吸收 也不是这样 我个人比较不会赞同 直接埋在百香果的树下 我会把它埋在我的堆肥区 让它咖啡渣 经过堆肥的过程 然后变成真正的有机肥料 会比较好 然后另外听众 观众朋友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咖啡渣 它做出来的肥料 是比较有点带点酸性 所以不见得适合所有的果素 比如说蓝莓特别喜欢 酸性的肥料 咖啡渣会很好 但是咖啡渣还不是说 马上就是肥料 还是要经过这个 花效堆肥处理的过程 大概经过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会比较效果好 但是无可厚非 你真的要把它埋在你的百香果的旁边 我想也是OK的 但是就是不能期望它明天就发挥功用 可能下一季你的百香果会长得比较好 有可能 但是我鼓励大家 这家里有咖啡渣 或者你去要咖啡渣来做堆肥 是非常好的事情 也是非常环保 非常的好 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people 跑到这个麦当劳星巴克 就可以要到这个非常好的咖啡渣 那我们下期再见